鎖定非凡 掌握未来 再涨80点收贷10145 基本上这个行情真的把所有的空单 嘎到断头之后再断头 我知道呢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日线的KT出现一个所谓死亡交叉 更重要的重点呢 我讲比较坦白一点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朋友 大部分的投股老师 因为手中是空手 空手的夜随情况之下 只要看到任何的一个所谓黑黑棒 就想要放空 而形成另外一波的夜随空嘎空 我请问各位 这一波从1月4号台北股市 我跟大家预告心态油空转多 政府大力互盘以来 我请问大家 你能找到一个老师比我还坚持的吗 那我请问大家 我到底在坚持什么 我到底在坚持什么会打的 因为很简单 我应该有强调 我说主力做手操作 还是价格在价格的观念 就像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当时我就讲国力哦 国力新春开红盘的时候 我是告诉你放空 就一口气往下跌了400点 就来到1月4号的那一天 当台北股市创下波段新跌的时候 我还有没有很清楚跟你预告 我说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的多 就不知不觉大涨将近有900多点 对不对 那我请问大家 我的逻辑 我的know how 我的SOP 到底在哪里 再想一遍 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报告 我说这一个礼拜的策略 采取急涨急跌 不好意思后面先听清楚 不好意思后面先听清楚 如果听不清楚 很简单 我们的LINE AT有报告 很简单 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有报告 我等一下会给你看一个完整证据 那我请问大家 这一波台北股市先放空400点 反手做多900点的应该上涨 我到底在坚持什么 很简单 因为大盘的月线是个标标准准的红灯 因为周线它是个标标准的红灯 那周线红灯的衍生的行程在哪里 最重要就在于 1月10号的时候 我还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预告周线关键价 就1月11号 有没有跟大家预告周线红灯 就然后1月15号的时候 阿里巴巴总裁 告诉你这个行情要崩盘 我还有没有很清楚跟你预告 我说空头绝对会先断头 因为台北股市会往上看1万点 就从此之后 我请问大家 你每天报纸打开 报纸打开 不管包括22号会市报18亿美元的巨量 热钱大卷出 甚至包括25号的那一天 受险业的汇损史上新高 甚至包括29号的那一天 也就是要封关的时候 外资一口气卖了将近5700多口 为什么1月29号外资要卖 因为孟晚舟被起诉 那我请问各位 不管包括孟晚舟被起诉 不管包括INF总裁的夜水市井 我有没有一路告诉大家 1月16号还是告诉大家 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多 1月17号还是跟大家预告心态多 1月18号当冲高之后 垂直往下挤拉 挤杀 我们跟大家预告主力心态 还是个标标准准多 甚至1月18号 跟大家预告周线 还是个标标准准的红单 那一切的种种 一切的证据 你想要验证的 这是我们LINE AT的一个ID 有没有给大家非常明确 非常清楚答案 就像1月23号的那一天 我告诉你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的多 只有当天外资一口气卖了5762口 我们跟大家预告 隔天我们就来比赛 到底谁会赢 有没有 当天台北股市是下跌56点 我们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它是个标标准的多 就预告完之后 隔天有没有跳空开高 跳空开高 我们跟大家预告 外资卖错了 所以来到了1月29号的那一天 孟晚舟 现阶段要被送回美国起诉的那一天 外资卖了6779口 我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报告 外资一定会后悔 外资一定会后悔 那我请问各位 如果单纯就技术现行的角度 在1月29号那天 出现往下的跳空缺口 可是我会不会跟大家预告 收盘它是大于9923点 日线的一个所谓的关键价 有没有 来自1月30号的那一天 我会不会跟大家预告 也就是封关的那一天 29号29号外资卖了6779口 我请问各位 那1月30号你敢留仓吗 1月30号你敢做多吗 外资在29号已经卖给你看了 那1月30号你敢做多吗 可是在1月30号的那天 我要有没有跨时空很清楚跟你预告 我说你们的空单真的会完蛋 就预告完之后 四隔11个交易日重新开牌 农历第一天开台北股市 有没有跳空开高 那有没有差一天 有没有差的非常非常的多 有哦 甚至上个礼拜一 这一个所谓急杀 我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还是个标标准的多 有160点 礼拜二跟你预告心态多 又80点 礼拜二的时候上个礼拜 全台湾有哪一个老师 跟你预告你们手中的空单 还要再GG 你都可以掉上个礼拜二的 1月30号重拨带 只有礼拜三台北股市 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 我知道现阶段就投资平台的角度 你们会觉得非常非常惶恐 这个行情真的还能再做多 真的还能再买吗 那我请问各位 第一件事情 你如果得到事前的1月30号预告 证明我不是一个死多头 第二件事情 如果说你认为不能买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在这一段时间 想尽办法去强化你的1月30号专业知识 你直接把我们课程带回去 里面有非常多重要的夜水公式 当你懂得这些公式的夜水情况之下 你的股票今天信仓店 能不能卖在最高高点 今天6558的一个所谓的 新能高 能不能买在最低的低点 我等一下会拿证据给大家看 所以要想尽办法去强化你们的专业知识 这是为什么我们全班会 叫做360最主要原因 因为除了要给大家鱼吃之外 更重要我希望同志们 你要学习主力做手的夜水 钓鱼的夜水技巧 就像礼拜三 外资一口气卖了5000口的时候 我在礼拜三的节目当中 有没有很清楚跟大家预告 我说礼拜四台北股市 它会开低 开低之后会往上走高 因为早上你会先看到空方时间 再看到多方时间 就预告完之后 礼拜四台北股市 有没有完完全全符合我们的预期 而这样一来一往 一口气杀到多方方向 再到今天 又是120点的夜水距离 最近上个礼拜五 我们跟你预告 几掌几叠反向 看日期 2月几号 2月15号 上个礼拜 我们跟你预告 几掌几叠反向 还是要偏多操作 那今天152的PM盘的高点 今天有没有再一次 完完全全的命中 还没完 学什么 学习如何计算主力心态 你才不会被外资每天牵着鼻子走 不管包括1月29号 孟晚舟被起诉的那一天 外资卖了6779口 我会没有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是个必要必要准多 就像我请问大家 你今天的手中的空单 会不会担心 会不会担心 老师当然会呀 因为今天外资期货也做多 外资礼拜有卖50亿 结果今天又买了43亿回来 外资到底在干什么 而这一切的种种 我请问各位 在盘中的夜随连线节目当中 我要很清楚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准的夜随多 我们跟你预告10131 叫做日线的夜随关键价 我们预告跟你预告 夸网价录在10166 都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对不对 那么请问大家 今天的夜随收盘 它是大于关键价 可是它是小于一个随ac 那你知道如果明天开机 它是多投另外一次上车机会 你认同 那不知道该怎么计算的 广告中的电话 想索取我们的盘前稿 想知道明天的时间 一併六号时间 拨通电话 进来做完整的洽询 同样的股票操作 也都是一模一样 我说现在 投顾老师 80% 就只会在节目当中 跟你讲矽晶元 就跟你讲被动元件 我先让大家去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大家都有涨停板 我建议大家去找一个所谓多空双校的老师 就好像以矽晶元为例 为什么问题 为什么我有办法做到多空双校 就像当时的我们先放空 放空 我们先放空3532台胜科 三支跌停板 再反手做多台胜科 六支涨停板 就好像一档2492的华兴科 我们也是把多单出掉之后 反手放空197块钱 放空华兴科 日期12月6号 结果华兴科 有没有先跌三支跌停板 之后反手做多 6173的液水信仓电 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预告 也拉出两根的一个掌停板 那再一遍 为什么你要拥有阻力心态 我请问各位 如果说 你的投顾老师 从头到尾 就只做被动元件跟矽晶元 相信我 里面10个有8个 因为手中套了被动元件 套了矽晶元 那你手中套出被动元件 套出矽晶元 你知道你有多大的损失吗 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你有多大损失 我证明给你看 我证明看 被动元件 矽晶元 你在等待解套 你错失了多少机会 那问题 为什么你会等待解套 因为很简单 为什么你要有阻力心态 我说过了 今天你要知道 人家阻力做什么方向 那叫做一蹴可及 什么叫一蹴可及 你说你今天 老师 我不可能无时无刻 都盯在电脑前面看盘 没关系 你可以把我们的软体 直接下载到你的手机 下载到你的夜随平板 你能不能够在第一时间 看到人家主力 做手最及时的夜随方向 而且现阶段 真的只要188 我只要请问大家 好了 我新人高 你上个礼拜四 没打电话进来 没有关系 那我问大家一档股票 今天6213的联帽 它的股价 有没有再创波段上面新高 3653的建策 4953的微软 它们的股价 有没有再创波段上面新高 那你知道吗 不管包括年貌 不管包括建策 不管包括微软 我有没有在节目当中 事前去跟大家做报告 那我请问大家 是你的国具华星科 涨比较快 你的6488 环球晶等解套比较快 还是跟着我们 多空双向 借由主力心态 找到每一档机会 而这些机会 我在节目当中 我都跟大家报告 这过去的东西 你都自己看 从不太比较快 不管包括 制衣的四支掌停板 不管包括 3324的双红 双红的五支掌停板 再从双红来到 4953微软 6290的两微 这过去的东西 你就容我稍微讲快一点 三支掌停板 四支掌停板 甚至于625的立端 也三支掌停板 再从立端到 3374的精裁 三支掌停板 再从精裁到 金像光也三支掌停板 甚至于4953的微软 十一个交易日之前 我告诉你 我还在加码买进微软 十一个交易日之前 我还在加码买进微软 你知道今天 微软的一个谁股价 已经创下波段上面的 一个谁新高吗 那问题重点 为什么微软会创下波段新高 难道它的一个 所谓的中文名字 等同于英文的 Microsoft吗 不是 我根本不在乎 除了基本面题材之外 我请问各位 十一个交易日之前 我买进微软的时候 当时的月水微软 刚好在这边上下做震荡 我请问大家 如果我把图遮起来 我再把图稍微缩小一下 我请问各位 微软有没有涨得非常非常多 从34块钱涨到70块钱 已经涨了一倍了 涨了一倍 那涨倍股的月水股票 我妈妈说绝对不能追 尤其看到这一根黑K棒 本来就是应该要放空 因为这根黑K棒叫做跌破K棒 水 同样一根黑K棒 对下来 同样一根黑K棒 对下来 同样一根黑K棒 对下来 这叫标标准准下降三法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 我一再跟我强调 你的软体如果没有办法配备主力心态 你的旁边有垃圾桶 你的右手边10点钟方向有马桶 直接把它丢在里面 我11天前 11个交易之前 4953的月水微软83.2 有看得很清楚 83.2 83.2看到这边 刚好这个把它挡住 没关系看旁边就知道 83.2加码买进 到今天112块钱 第一次的微软 赚了四支涨停板 我叫你再买微软 你敢不敢买 当然更要买啦 结果买10张 买10张 从之前只能买2张 第二次再买的时候 买10张 11天总共赚了28万 8千块给你拿去当手续费 那我请问大家 主力心态 有没有非常非常的重要 再到3016加金 七天也是三支涨停板 1795的美食 到今天还在涨停板 创下波段上面新高 看清楚当时的价位在多少 78块钱 今天已经涨到107 那我请问大家 有没有差一天 有没有差得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说基本上 我都没有投入 你到底在等什么 老师啊 可是大部分的投顾老师 每天都在节目当中 推销涨停板股票 好 我再给大家看证据 什么叫事前预告 什么叫事后让你得到 一个所谓完整的 一个所谓验证 来再验 1月30号的那一天 乐透开奖 大鸟股6213的 一个所谓联帽 有没有 跟你预告6213的联帽 日期1月30号 就联帽 从58块钱买进 到今天70.3 12块钱 你知道联帽的股本很大 对不对 老师联帽股本太大 我没兴趣 好 给大家的一个所谓 关键报告 跟大家预告618广民 广民创新高 3653的 一有谁建策 建策 跟你预告完之后 还在跟你玩小游戏 连续两个礼拜 都跟你预告 他的 margin Qoq 高达100% 先给你看答案本 跟你讲 3653的 建策 既然会有人打电话 进来问我说 谢老师 margin Qoq 100%的到底是哪一支 不好意思 等你知道的时候 为什么差一天差很多 因为当你没有我的 夜水讯息 建策这一个 往下的夜水击杀 来到89块钱的时候 你不敢买 来到89块钱的时候 你又不敢加码买进 结果今天的建策 有没有再拉出 两根的夜水涨停板 还没有 还没完 麻烦大家帮我做个证 因为你们是我的亲人 因为你们是我的亲人 有这首歌吗 大墨 你们过情人节 上个礼拜四 我跟你讲 标股 No.12 打电话进来 你就知道了 好 还没完 一部曲 二部曲 上个礼拜四 我说主力吃货 吃三个月的时间 给你情人节的礼物 我说他的margin Qoq 高达40% margin Qoq 等同于建策 他是高达一倍 我说这一档股票 他的margin Qoq 麻烦自己去公开资讯站查 当时的 当时的 当时6558的新能高 在59.3 有看到 有看到 那我请问大家 今天6558的新能高 59.3到今天68.7 9块4 又两只的涨停板 我请问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我有没有请你们打电话进来 那打电话进来之后 你们敢做吗 这是为什么你要拥有我讯息最主的原因 因为当你看到了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当你看到主力心态 我上一篇可以看新能高主力心态 当你看到主力心态 一档双红五成 字役四成 微软五成 而且不含加码单 不是在跟你比赛涨停 也不是在跟你比赛 那边鬼混 每天就只会跟你讲 被动元件细心元 我是在跟你比赛 做一个所谓的预测 再从微软到梁维 再到精裁 再到家精 再到美食 再到信仓店 再到新能高 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 我有没有事前跟大家做预告 新能高也许好 打叉叉没有 老师那天情人节 我没打电话进来 那没关系 那3653建策 你总有索取关键报告 建策叫到今天为止 有没有两支涨停板 那怎么会说 没有股票可以买呢 所以说我还是老话一句 如果你得到了 一个所谓事前的 一个所谓预告 事后的一个所谓 完整的一个所谓验证 全方位360 软硬通吃的计划 现在真的只要188 先验证 验证完之后 如果了解我的 一个所谓操作理念 广告中的电话 无论如何把它拨通 那下一节 我再给你另外一档神秘标固 如果说你还不知道怎么卡位的 广告中的电话 把它拨通 自然会有完整答案 大家好 我是邓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其实我们软体最大的夜水特色就在于说 基本上它有点简单 又有点小小的一盒复杂 你自己看里面的夜水九宫格 你借由的夜水主力心态的夜水部分 你能不能看到每一档股票 主力做手的方向 当你知道主力做手的夜水方向 该做多的时候 一档双红也高达将近有五只的涨停板 这从双红一路到新能高 新能高也是高达将近有两只的涨停板 甚至于我请问大家 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为什么今天连茂 它的股价还在创波段新高 麻烦你把上个礼拜五的重播带打开来看 上个礼拜我们给你预告 主力心态 游空转多 游空转多的夜水连茂 这连茂 这上个礼拜五你看到手机板 所以说你不要告诉我讲说 老师啊 我就 我因为我每天 我很忙 我不可能一直盯着电脑看 那没关系啊 你可以把我们的软体下载到我的手机 不是我的手你的手机 也可以下载到我们的夜水平板 那当平板你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而且更重要的 我们现在真的只要188 汇集从从1从3月1号开始做起算 那同样的同样的同样的给大家情人节礼物 No.12的 6558的夜水新能高 我们跟你讲原因 我说margin qoq 高达40个不剩 而且主力吃货吃三个月的时间 我说这是我给大家的情人节的夜水礼物 还记得哈 就当时在59.3 你都可以很轻松的买在59.3 那我请问大家 当一般投顾老师就只能遮遮掩掩掩的时候 我为什么80%的股票 我都敢给你看 因为我拥有主力心态 这是简单的部分 简单的部分 简单的部分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658新能高 658新能高 主力吃货吃三个月的时间 吃三个月的时间 就现在有没有到这边 有没有到这边 有没有高达又有两只的夜水涨停板 没错吧 来记得讲下去哦 那说老师啊 可是这些股票都涨上来了 我到底还有没有救 基本上还有救了 第一个先认清方向 我在盘中的夜水连线节目当中 我把方向讲得非常清楚 讲得非常非常的明白 只是说呢 像这一些股票 比如像658的夜水新能高 当涨多你就不要去追了 你等他压回 可是我觉得这句话 好像有点废话 你知道吗 好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东西 看什么 这今天Lite 8 震动三合 讯息无边 这句话抄起来哦 震动三合 讯息无边 因为现在什么 不是要农历封关 我知道呢 就有很多空头的角度 他们很希望 看能不能够再一次农历封关 不好意思啦 现在不是农历封关 现在是元宵节 好 慢慢看哦 那我们软体哦 我刚才跟大家报告过 简单的夜水部分 你藉由非常明确的夜水主地心态 藉由非常明确的夜水主地心态 你能不能很轻松的去掌握掌停板 这是我跟你报告 简单的部分 那你说复杂的夜水部分 来直接给大家看哦 震动三合 讯息无边 看出 这间信仓店 信仓店 77.9吧 网上集啦 网上集啦 那问题为什么77.9 有这边有写数啊 77.9啊 为什么来到77.9 要开始获利调节 因为很简单 我的软体 它在礼拜五的时候 把你的软体打开 他们跟你预告77.9 信仓店 就是今天的夜水压力 哎 拜托 昨天你知道信仓店收多少吗 昨天信仓店收来多少 昨天现在6173 来 昨天收多少 昨天收收 这还我不会要 76.7 76.7 76.7 到7.9几% 到7.9几% 那我请问大家 难道是西商店主力 现在转空吗 不是的 那是因为 我之前跟大家报告过 被动元件跟细金元 你们操作的速度 不用这么快 因为它的借券交易 账数很多 好 所以这是为什么 77.9 来到77.9 77.9 看到77.9 证据在这里 我们要看有获利调节 我们把资金转到 这一档股票 来再一遍 那这档股票 它立即点在哪里 很简单 再来一遍 跟着我念一遍 震动三合 讯息无边 震动三合 讯息无边 哇 超级屌的 震动三合的股票 很少 你知道它的利基点在哪里吗 很简单 第一个 具备亏转盈的提债 不管包括新能高 新能高 新能高随便 不管包括3653的建策 他们本来就是赚钱的公司 只是在QOQ的 夜水成长 代表它的公司产品 它具备一定的夜水独特性 对不对 就像我请问大家 你知道新能高是做什么的吗 我没有变脸 我没有变脸 你不要做什么的没有关系 你至少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看到主力心态 就知道主力做手吃货吃 三个月的夜水时间 你知道4953的微软做什么的吗 11个交易之前 我还跟你预告主力心态多 你知道613年贸做什么的吗 我在上个礼拜 我还可以看主力心态 跟你预告年贸主力心态 是个标标的多 结果同样是PCB的 今天年贸我们创破坏新高 有嘛 有嘛 这是赚钱公司 这是赚钱公司 那如果说好 我能找到一家公司 它之前是赔钱 之前赔钱 之前赔钱 那赔钱最主要原因就在于说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过时就把它打掉 打掉的话 本来就会反映在财报上面 过时东西把它打掉 我这样讲 讲很简单 我知道很多人说 老师我没学过会计 那没关系 你没学过会计 没学过财报表 我这样讲也够简单了 那具备亏转赢的X随题材是第一个 第二件事情 它的主力心态是个标标准准的多 而且它的股价是超低位阶 超低位阶 那超低位阶的X随情况之下 我请问各位 我请问各位 它的图我讲白一点好了 它跟加选股价手势图一模一样 那如果加选股价指数来回补缺口 它也来回补这个缺口 那你认为有没有倍数的机会 你现在你空手的 你空手的 你空单的 现在赚钱要比赛速度 比赛速度 你说借由被动 借由信心员 你要比赛速度 不好意思 我随便拿一支微软 拿一支建策 拿一支新能高 所以我拿6213的年帽 就把你比下去了 可是这一档股票 它具备亏转盈的X随题材 它所有的立即 之前的X随旧品 它把它全部打掉之后 打掉反应财报 反应财报完之后 我请问各位 那如果今年具备亏转盈的题材 而且赢赚很多怎么办 因为之前本来就赚很多 之前赚很多 才有股价这么高的实力 那具备亏转盈的题材 那如果说我EPS 从负的 变成一口气挣6块钱 那你认为股价应该多少 所以这一档股票 它是有倍数的一个所谓机会 所以无论如何 照项没关系 照项没关系 刚刚该给你开证明的 开证明不是开证明 你们又不是来我这边上课 震动三合 讯息全包 这里面你就可以找到 一个所谓答案 那如果你找不到的 如果说你想要感激度的好朋友 到底要怎么样掌握 很简单 第一件事情 你得到事前的预告 事后你也得到完整验证 你来猜猜看的猜谜猜猜猜看 猜到当然就是你的 猜不到也没有关系 我们会给你讲正确的答案 那是你的人生 那是你的转折 倍数的机会 无论如何不论错过 记得改变往时间 拨通第二阶段 玩完整 全方位的下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或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